今天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 在这里讲述中国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 我要有必要谈一谈 我们的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 所论述的中国们 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中国们 都在关注在这个中国们的实现过程当中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 在整个世界走向文明和理性的背景下 大国战略的竞争在我看来也是正在走向文明 我的理由是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自己本民族的主线当中学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比如说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测源地的欧洲 在战后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成了一个大国大联合的典范 这是什么 他们就是借鉴了中国文明 借鉴了中国的去书制药啊 他们走上了欧洲联合和欧洲同意的道路 本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 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各国欧洲国家和人民造物质财富被毁灭 精神文明被毁灭 成了一片灰虚 怎么样在灰虚上重建欧洲 就成为欧洲政治家所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于是他们讨论了欧洲不再战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仅仅是狂人的愚蠢的想法 世界可以没有战争 从人类历史的情况来看 我们从历史当中去认识今天的现实 我们会发现战争的真正的目的是和平 而不是胜利 我们战是为了指战 这是中国人的战争哲学 战争逻辑 我相信这一点是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参考的 我们看到了那些通过战争 占领别的国家的一些大国 他们在那些被占领的国家 所留下的是什么呢 是本国的青壮年子弟的牺牲 他们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为了经济的需要 不惜把本国的优秀的儿女 送到别国的战场上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仅仅为了你现在的物欲 贪欲 满足了眼前的需要 而在毁灭自己的优秀的儿女 这值得吗 你是赢得了和平 还是赢得了是失败 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 对于大国的政治家来说 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必须从东方文明当中 得到深深的启迪和借鉴 我再一次重申的是 战争的目的是和平 而不是胜利 和平才是大国政策的根本理想 这是中国的老祖先说的 请你们认真地去体会一下吧 不考虑代价的胜利 就意味着 对你这个国家是一场灾难 这个灾难 每天每刻都在发生着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美两国领导人 我们的国家元首 习近平主席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 他们都会 认识到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 他们都会不会把自己的国家 推向灾难的境地 这一点我是充满自信的 至少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想有三件事情 中国们的实现 是可以让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人民放心的 为什么要提出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 遥遥相对 而且中国的经济重量 现在是世界第二 直追美国 那么对于中国们 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人民 都保持着应有的观察 甚至警惕状态 但是从我来讲 我想告诉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人民 中国们的实现 至少有三点 是可以让你们放心的 第一 中国不会对美国搞冷战 也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 有形的或者无形的 针对美国的同盟或者联盟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过去没有对立高冷战 将来也不会对立高冷战 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组织过有形的或者无形的 说是针对美国的同盟或者联盟 我们的金砖五国 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 共同发展的战略的一个需要 所以这一点是请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人民可以放心的 东方的文明 已经把我们进报在这里 五千年了 我们没有这种战争的思维 我们的战争的逻辑 是生治兵法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请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人民 对东方的文明 中国的群书之药 当中可以得到 很深的体会和借鉴的是 中国在任何条件下 都不会去误诈美国大使馆 中国的军用侦察机 也不会到美国的西海岸 在美国的家门口 去和美国的军机 搞撞击事件 最后把美国的飞行员 撞到海里去 第三 中国的古圣先贤 所给我们的教育 和群书之药 所给我们的启发和借鉴是 让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的人民放心的是 中国不会对美国 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如果美国有哪个地区 闹独立 闹封裂 中国也不会插手 不会和那个地区 闹独立 搞封裂的人 搞一种 所谓的关系法 也绝对不会卖武器 给他们 这就是 1949年以来 中华人民国 成立60多年来 中国对美国的 一贯的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 从毛泽东 到邓小平 到江泽民 到傅锦涛 到今天的习近平 我们一直贬持着一种 一贯之的 对美国的国家外交战略 中国是有战略的 那么这样一种战略 就是我们上述所提到的 那么这样一个战略 所合理的延伸 就是伟大的中国们 所以 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人民 对中国们的实现 应该保持一种 欢迎的态度 中国们的实现 一个强大的 安定的和平的中国 对世界是一个贡献 而一个 因为世界有了 中国们的实现 会变得更加的安宁 而一个安宁的世界 会对中国 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一个世界潮流的结合 将会推动 一个万事 开太平的世界的到来 今天 我们在这里 学习 中国列主列宗 所给我们留下的 这样一部辉坊的宝典 其实 我们说 尊重列主列宗 不仅仅是我们在座的 中国 三千位同修的事情 13.49亿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的事情 其实 我们也同样希望 美国的政治家 和美国的公民 从自己的主线那里 去获得一些政治拙见 他们的开国元勋 华盛顿 在他的政治遗嘱当中 说到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 也是可以去 为往胜级绝学的 奥巴马总统 也是可以为往胜级绝学的 那么我们 不要在今天的发展当中 去忘记 华盛顿 这样一个 政治的遗嘱 华盛顿是怎么说的呢 再说 为未来的美国 电影的经济当中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一个国家 总是 惯于怀恨 或者喜欢 另一个国家 他便让 自己心痛 成为一个萝莉 也就是让自己 成为自己的 爱与恨的萝莉 各位同修 记住这句话 华盛顿说 你一个国家 不要总是去仇恨你一个国家 这个是邪恶国家 那个是 仇倾国家 总是抱着仇恨 对待别的国家 你自己能有好吗 或者你总是喜欢 你要去说 跟这个国家好 是我的盟友 那个国家好 是我的盟友 那么当你喜欢 一个的时候 你就不是把仇恨的种子 送给 种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心里了吗 所以 华盛顿说 你不要总是 而且成为一种习惯 恨一个国家 爱一个国家 你要这样的话 就会让自己成为 爱与恨的萝莉了 这句话多好啊 我不知在座的 有没有美国朋友 有美国朋友 把这句话 告诉你们的总统 这是你们的开国元凶说的 所以 华盛顿还说 在对外政策方面 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 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 尽量扫同他们 发生政治联系 注意看 做到了吗 尽量的 开国元凶 给你制定的基本的国策室 我们尽量的 我们主要是扩大我们的贸易往来 我们获得财富 让本国的人民安宁下来 但是不要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 连政治联系都尽量扫的发生 更何况发生军事打击 直接的占领 所以也请你们 有美国朋友告诉你们的总统 谢谢大家 接下来 谢谢大家